金融时报在16号报道称 中美房长将于本月底在新加坡举行的 香格里拉房屋论坛上会面 而这将是两年来中美房长首次面对面的会晤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将于本月底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与房屋论坛期间会晤 这是两年以来中美房长首次面对面举行会谈 而在4月董军与奥斯汀举行了首次视频通话 中美军方重新接触的另一个迹象是五角大楼在16号宣布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 与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李斌 举行了视频通话 美方强调了保持军事沟通渠道畅通 以及保持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与中国南部和东部战区指挥官之间沟通的重要性 拉特纳还强调了美国对一中政策的承诺 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金融时报指出近几个月以来 中美两军关系显示出稳定的迹象 奥斯汀也希望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与中国防长进行接触 不过尽管两军关系有所改善 中美关系仍然紧张 就在本周拜登政府宣布 对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 引发了中方的强烈谴责 拜登政府预计中方将会采取报复措施 凤凤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